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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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这道呢 叫藤椒铲嘴蛙 这一道叫烧椒拌兔崽 这道叫牛气冲天 最后这道就厉害了 它叫绝带双椒鸡 拥有二斤条辣椒 还有红小米辣的双重混合辣度 特别过瘾 老板 咱们先试试 你要是实在忍不了的话呢 千万别忍着 毕竟啊 这儿只有咱们两个人 男子气概什么的 可没有你的胃重要啊 老板 老板 还好吗 当然 那就好 那就好 老板 你怎么不吃菜啊 我饿了 吃饭 老板 你这个人真的很爱逞强啊 服务员 叫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属于非卖品 你如果实在想要的话 我得去跟爷爷商量一下 放心吧 我已经跟顾爷爷说过了 他已经同意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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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我想要的东西就在这里 你想要我的作品 那当然了 雕刻天才的东西谁不想要啊 再说了 商场里面卖的那些都是有价值物 老板 你雕的这些 应该算无价值宝吧 那当然 这些都是我过去雕刻的还不错的作品 你喜欢哪个可以拿走 这儿没有我想要的 可现在只有这些 老板 你能不能亲手为我雕刻 为件小小的东西啊 我都告诉你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你才放弃了 以狱元铃的签约对不对 但能不能请你先不要放弃 你的手机 手是没有问题的 你一定可以克服心理上的障碍的 你怎么知道 我不敢问你 所以 我去问了爷爷 求他告诉我的 作为我的私人助理 你是不是有些越界了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隐私 你不必过于关注 我只是 你先回去吧 让我一个人待会 郭彦成 我记得之前几次 你都很神奇的像一个英雄一样 突然出现在我身边 那个时候我觉得 你是不是有英雄病啊 可是后来我看过一句话 说 真正的英雄主义 其实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 还依然热爱着他 人生就是这样 你总会碰到很多残酷的事情 有的人会因此一蹶不振 变得再也没有信心 但我觉得 其实你是真正的英雄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雕刻 不是吗 所以既然你都坚持到现在了 那么就拜托你 请你继续坚持下去吧 那才是我想看到的 你英雄的样子 你怎么还没走 你怎么还没走 我现在走了 等会儿还得回来接你 我又不傻 你累了 你想看到的 我答应你 但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好不好 什么 我会坚持下去 但你 也要一直留在我身边 好吗 这是表白吗 我要不要问问 算了 顾雁诚这个死要面子的傲娇肯定又不会承认 白让我尴尬 你听到了吗 喂 王总 我可以为乙玉元林雕刻一组专属的作品 你这边可以推进签约计划了 我会坚持下去 但你 也要一直留在我身边 你怎么了 很热吗 对了 你要我给你雕刻什么 你真的要给我雕刻礼物 我 我答应过你的事情 从不返回 你想要什么 我 我都行 老板好像真的有点热 我出去透透气 来 你 来 我 不是